小龙先生,我来了 阿姨,今天您来得真早啊 今晚我要在家里举行生日派对 会来很多客人 冰箱里没吃的了,我要去超市买一点食物吗? 是的 您需要什么?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一定要买又新鲜又干净的菜 对了,另外再买一点面包和糖吧 你好,欢迎来到儒森汉语教室 我是王老师 这一刻的视频里有谁? 有小龙,还有他的阿姨 阿姨 阿姨 阿姨有几种意思,我们来学习一下 妈妈的妹妹或者姐姐可以叫他们阿姨 我的妈妈有三个妹妹 所以我有三个阿姨 你有阿姨吗? 那有一些人不是我们的家人 但是和妈妈一样大 我们也可以叫他们阿姨 如果你要找地铁站 不知道在哪里 看到了一个和你妈妈一样大的人 你可以问他 阿姨,请问地铁站在哪里? 还有视频里 小龙的阿姨 是那个小龙给他钱 让他帮自己做一些家里的事情的人 我很忙 没有时间洗衣服做饭的时候 我也会找一个阿姨 但是我妈妈喜欢自己做家里的事情 所以她不要找阿姨 你呢? 你找了阿姨了吗? 好,视频里小龙和她的阿姨说 今天晚上家里要举行生日派对 派对 派对是名词 派对就是举行的一个大家在一起玩的活动 我很喜欢去参加我朋友的派对 因为我觉得派对很好玩 那因为小龙今晚要在家里举行派对 所以会来很多客人 客人 客人是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客人的意思 好,看一下这里 他们家来了几个客人 他们家来了三个客人 如果你来我家吃饭 你就是我的客人 那服务员会对去饭店吃饭的客人说什么? 一般他们会先说欢迎光临 好,视频里 因为小龙今晚在家举行派对 会来很多客人 他要阿姨帮他去买点食物 食物 食物 食物就是吃的东西 看一下这里 这里哪些是食物? 这些是食物 那再看一看这个 那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食物? 这是意大利的食物 好,小龙要阿姨去帮他买点食物 因为冰箱里没有食物了 这是冰箱 冰箱 好,看一下 他把鱼和牛肉放在哪里了? 他把鱼和牛肉放在冰箱里了 那这个冰箱里有什么? 这个冰箱里有很多果汁 好,小龙要阿姨去买点食物 去哪里买? 去超市买 这是超市 超市 好,练习一下 看一看这个 这个超市的苹果十元一斤 那个超市的苹果五元一斤 那可以说 那个超市的苹果比这个超市的苹果便宜 我家的旁边有两个超市 我去快乐超市要十分钟 我去开心超市只要五分钟 所以我经常去开心超市 因为开心超市离我家近 那视频里 小龙要阿姨去超市买什么食物? 他要阿姨去买面包,糖,还有一些菜 这是面包 面包 那这是哪个国家的面包? 这是法国的面包 我的早餐一般会吃面包,鸡蛋和牛奶 你在早饭的时候会吃面包吗? 好,再来学习一下这个 这是糖 糖 这也是糖 好,孩子们一般喜欢吃哪个糖? 他们一般喜欢吃这个糖 那他在牛奶里放了什么? 他在牛奶里放了糖 我们吃了糖 我们吃了糖 会觉得怎么样? 吃了糖 会觉得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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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甜的意思 我一般不在咖啡里放糖 我一般不在咖啡里放糖 因为我不喜欢喝甜咖啡 我觉得上海菜有点甜 好,现在我们学习一下菜的两个意思 看一下吧 这是哪个国家的菜? 好,看一下这个 这是哪个国家的菜? 这是中国菜 好,再看一下这里 好,再看一下这里 这里哪些是菜? 这些是菜 好,回到视频 小龙 小龙要阿姨买怎么样的菜? 要买又新鲜又干净的菜 新鲜 新鲜 一起看一下新鲜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里的水果怎么样? 这里的水果很新鲜 多吃新鲜的水果对身体好 那这里的菜 那这里的菜怎么样? 可以说这里的菜不新鲜 好,再学习一下干净 干净是形容词 干净 干净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件衣服很干净 那那件衣服不干净 好,看一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不干净 再看一下这个 他洗裤子洗得怎么样? 可以说他洗裤子洗得很干净 视频里 小龙要的菜是 又新鲜又干净 这里要学一个新语法 又加形容词 加又加形容词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是去说 用两个形容词 说一个人 一个东西或者事情 在这里又是副词 所以在这里的形容词的前面 不能加其他副词了 还有要记得 又又这个句子里的两个形容词 要都是好的或者都是不好的 好,看一下这里 这条裙子怎么样? 这条裙子很漂亮 也很便宜 可以说这条裙子又漂亮又便宜 那我们知道 糖很好吃 也很甜 可以说糖又好吃又甜 视频里 小龙和阿姨说 一定要买又新鲜又干净的菜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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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一定的意思 这条裙子 那么如果明天的会议 大家必须参加 不可以不参加 可以说明天的会议 大家一定要参加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 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要举行他的生日派对 我觉得我一定会去 好,视频里 小龙说的是 他要阿姨帮他买面包和糖 还要买菜 那这句话还可以说 小龙要阿姨帮他买面包和糖 另外 另外 还要买菜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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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的另外 是个连词 它的意思就是 除了什么什么 还什么什么 我生日的时候 我生日的时候 妈妈除了给我买了蛋糕 还给我买了裙子 可以说生日的时候 妈妈给我买了蛋糕 另外还买了裙子 好 我对音乐感兴趣 我还对运动感兴趣 那么可以说 我对音乐感兴趣 另外还对运动感兴趣 另外 还可以是形容词 来看一下它的意思 Yuki 你能帮我找一件红色的衣服吗 好的 这件怎么样 嗯 嗯 我不要这件 我要另外那件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张照片 照片里 左边的是小张 那另外一个人是小李 好 这次的内容 我们学完了 现在要复习一下了 看了视频 我们知道了 小龙要举办生日太队 要阿姨到超市买一些食物 他要求阿姨 他要求阿姨一定买又新鲜又干净的菜 另外还要买面包和糖 好 好 我们再一起看看视频吧 下次见 小龙先生 小龙先生 我来了 阿姨 今天您来得真早啊 今晚我要在家里举行生日派对 会来很多客人 冰箱里没吃的了 冰箱里没吃的了 我要去超市买一点食物吗 是的 您需要什么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一定要买又新鲜又干净的菜 对了 另外再买一点面包和糖吧